早安夕上时间 今天虽然封面逐渐北台 但是大家伞还是要记得 膝带在身上 因为有期午后降雨 还是蛮明显的 当然我们来问苏瑞 明天开始就是周末假日了 如果想要待在家 洗衣服晒被子的话 适合吗 好 例如早安 如果说要洗衣晒被的话 其实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可以把握一下天气 但是还是要看地区 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雨室还是会继续下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现在从莱达回波图上 封面还在我们台湾上空的位置 不过从今天开始 它就要慢慢北台了 而且加上它的结构 也慢慢地转弱 所以今天开始 雨势会比前几天还要趋缓 不过像是中南部地区 在今天清晨 也有一些降雨出现 另外我们可以从 海面上的这一些系统看到 如果它移入的话 还是会为我们带来 比较明显的一点的雨势 而今天的雨怎么下 我们从定量降雨 带大家来看到 在清晨的时候 中南部地区 有一些雨是出现 但是其他地区 只有零零星星的一点降雨 不过要特别注意到 午后的部分 在中南部地区 还有东半部的山区 就会有午后雷震雨出现 而且雨势 可能会稍微大一点 另外这个雨 山区的雨 会一直下到晚上 还会有一些降雨出现 另外在明天清晨的时候 中南部地区 还是会有一些 不定时的降雨 所以提醒大家 雨伞还是要带在身上 而接下来几天的天气 我们从台湾附近的一个天气系统 带大家来关心 随着我们封面北台 再加上今年第五号台风 墙皮 它是随着太平洋高压 往日本外海的方向来移动 但是马上的西南风 就要增强了 这个西南风增强之后 对我们天气有什么影响呢 来看到未来几天的一个降雨系统 我们先来看中南部地区 明天中南部地区的降雨 会稍微趋缓一点点 可是礼拜天的时候 西南风增强 我们可以发现 降雨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 而且整天都会是 不定时游雨的天气 再来看到的是 北部东半部地区的天气系统 不太一样 因为礼拜六的时候 封面才刚北移 所以五后雷阵雨 还是会下下来 尤其是在宜兰地区 可能会有较大雨是出现 但是到礼拜天 礼拜一开始 西南风增强之后 我们发现雨势是明显的趋缓了 但是要特别注意到 因为北部东半部在被封测 所以可能温度上面就会飙高 我们就来看到温度方面 在北部宜兰花东地区 要特别留意到 在礼拜天礼拜一的时候 温度会比礼拜六的时候 还要再上升两到三度 北部还有宜花地区 有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的高温 所以要提醒大家 温度上面跟降雨方面 都要特别注意到的 中南部地区是六日一都有可能会有一些 午后雷震雨发生 温度上也是维持在30 32度左右 所以我们来看到 今天全台的天气状况 要留意今天全台午后都可能会有降雨 中南部地区也会有些雨势 而且偏凉 高温大概只有30 31度左右 中南部地区同样的因为降雨 所以高温也只有在30 31度 宜兰是25到31度 花莲是26到31度左右 还有连江金门澎湖地区也是22到28度 感受上是有点偏两腰有翼 可能会有午后雷震雨发生 这是这一节最新气象